全红蝉奥运会双金牌奖金曝光 孙颖莎成为亚洲之光 美国队出现重骂丑闻 北京时间8月12日 巴黎奥运会在今天凌晨正式落下帷幕 我们的奥运家陆续返回国内 此时大家最关注的无疑是奖金 尤其是全红蝉 作为新一代的跳水佼佼者 全红蝉在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 成为了最闪耀的新星 蝉联了十米跳台的金牌 可以说风光无限 而此时媒体爆料 全红蝉本季奥运会获得两枚金牌 按照一晚的情况 我们的奥运家而获得金牌之后 一般会有多个部门发放奖金 从上到下预计能够有120万元左右 当然这还不算赞助商和各大企业的单独奖金 如果全部加在一起 至少每块金牌能够有150万元左右的奖金 不过这还要看运动员的项目 以及个人情况 比如郑亲文 他本届奥运会获得的金牌 将会是所有运动员中含金量最高的 而且奖金也会特别多 一般运动员无法相比 当然全红蝉能够得到这么丰厚的奖金 也是自身的实力 并且他还非常年轻 下届洛杉矶奥运会有望实现该项目的三连贯 第二个消息就是孙颖莎成为亚洲之光 就在今天凌晨 奥运会并不是出现了最令球迷激动的一项 那就是孙颖莎作为亚洲运动员的代表 和其他大洲的运动员代表 共同熄灭了奥运会火炬 这也证明孙颖莎现在成为了亚洲最好的运动员之一 并且成为了代表 本孙颖莎共报名了三项赛事 分别是乒乓球混双 单打和团体 而他也是从奥运会一开始打到结束 堪称劳模 拿到的成绩也非常优秀 这也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 说他是亚洲之光一点也不为过 第三个消息就是美国队出现重大丑闻 原来在今天上午有媒体爆料 美国队回到本土之后 一位获得铜牌的运动员突然在社交媒体曝光 巴黎奥运会的奖牌质量非常差 他所获得的铜牌出现大量掉漆 现在变成了一块废铁 甚至有媒体爆料 奥运会铜牌的估值预计为几十块钱 这让球迷感到不可思议 看来不仅是美国队 巴黎奥运会也出现了重大丑闻